牠把那個門檻弄高 防蟲防塵防小淵水 有一隻貓 然後牠沒事就在那邊等主人 有沒有 等主人啊 就這裡有一個碰名 非常可愛的設計 因為基隆下雨多 好濕 所以基隆的房子幾乎都是 牆壁黑黑的 為什麼 因為牠毛細孔吸水 然後發霉 所以其實牠那個 很好處理 用那個洗外牆的槍霜 把它洗乾淨 再噴一個防水水利控上去 然後再吸油漆上去 就可以解決了 基隆一般傳統的房子 一樓的房子都是 鋁窗就外露這樣子 走過去就你看我我看你 所以我們現在 有設計的一戶 是直接用活動禮擺葉 整個看起來就不一樣 在那 一般的人都希望這裡都玻璃 透明 在裝窗簾 為什麼你會相信 我幫你設計這個門 我住一樓 然後我注重隱私 一樓真的蟲非常的多 蟲非常的多 蟲非常的多 姊姊就建議我用鋁擺葉 氣密防蟲隔音 有中空雙層的鋁擺葉 然後因為我家有養貓 姊幫我設計不鏽鋼的 沙拉網不會破掉 其實是我們兩個一起設計 我覺得你有一個地方 設計得非常好 他把那個門檻弄高 烘杯送他這樣吹進來 沙拉 灰塵 蟑螂 螞蟻 就不容易爬上來了對不對 還有一個來我 好像以前的那個 四合院的 防蟲防塵 防小淹水 一樓就是怕水馬的 怕淹水 然後他還設計一個非常 波心的貓膩的地方就是 有一隻貓 然後他沒事就在那邊等主人 對喔 等主人啊 就這裡有一個透明的 非常可愛的設計 然後上面有三片透明的 還有感應燈 有人走進來的時候就會亮 三片透明就可以看到感應燈 他想要全面透氣 百頁都可以全部打開 但是你如果落地玻璃的時候呢 他就一片玻璃一片沙窗 所以他的透風只有二分之一 打開一次喔 他可以開到105度喔 什麼叫105就是轉進來 光線可以射進來 呂本色 天光夜光 如果這裡裝黑色 咖啡色 太暗了 不適合 所以啊 老闆真的是 不愧是美容界的 很少人裝這個顏色 你知道全台灣省 我可以跟你講 你第一個裝 跟30年前的 呂本色 它全部一樣 它多了亮度 多了亮度 因為它多了一個透明烤漆 有時候真的是 設計跟客戶是要共同合作的 老闆是一個非常頂尖的美容院的老闆 我的頭髮也是他設計的 年輕10歲 可是姐姐今天沒有吹頭髮 下雨啊 塌掉了 沒關係 我現在在仰頭髮 把頭髮仰好 也是老闆建議的 所以我可以再少10歲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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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青春 拜託你 哈哈哈 沒關係 完工的 怎樣 很棒 很棒 它的整個材質 比業界 別的品牌好多了 黑色消光 你看那個手摸上去沒手印耶 有些黑色手一按就手印 細緻啦 其實是台式細緻 這上妝 開不了了 你看看 這個碗子 防賣碗好漂亮喔 你看看 你看這個把手 有指頭的 人體工學的 這個媲美豪宅登基 比豪宅用的窗子還好 我希望的豪宅都還沒用到這個 沒有 上機也沒有 對 哈哈哈哈 今天謝謝了 不會 嗨 你在外 門窗專家 都還要超兩人的心